早上陸續有人離開理工大學校園 在科學管境接受警員搜查和登記個人資料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 至今已有大約600人離開 當中大約200人是18歲以下 另外大約400人是18歲以上 陪同部分人離開的港大法律學院首席港師張達明說 警方有手承諾容許未成年人士 在紀錄資料之後回家 而年滿18歲就作出拘捕